杰伯 我特别想问 那你在家除了安排自己的事 弹琴 就是做音乐 然后会每天就是抽时间 陪孩子在家吗 抽时间陪孩子 我应该是抽时间弹琴 抽时间弹 对 其实不是像你们说的 很多人好像对我的感觉就是 哇 你整个世界就是音乐了 并不是 其实现在音乐在我的那个 你占到百分之九十三 三十三 三十九吧 三十九 其他应该都是孩子 像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对 我昨天就给他过了生日了 提前过了 对 提前过了 给他们弄了个亲子餐厅 然后弄了个派对 把所有的家长都来 还是很亲切的 因为孩子们都玩得很好 就觉得跟以前相比 还是把很多时间分给了家庭 结果应该出去工作 每天都会跟孩子视频 那天我不给他们家玩 他视频的时候我接的 对对对 我看了那个 我怎么突然的羊群出现 你是去看孩子 鲜娜就健身进来 我一去他们家 我一去他们家 最小的那个宝宝 当场吓哭 真的是 然后我一直在后面跟着说 我是人 给孩子吓的呀 后面就好了 后面就玩起来了 那个何老师第一次去家里面 见两个跳跳跳 去小师的时候 他说 哎呦 天天秀秀好可爱的 马上哭了 两个都吓哭 这很大神奇 何老师中气很足的 老师我胆小啊 小孩你对他非常热情 他就觉得很吓人 你就别理他 你给他空间在那玩 你自己坐在那看他就可以了 你别跟他说话 他想来自己就来了 对 有没有想问沈阳哥的 你这个2011年的那个晚上 我那天其实有点晕了 然后你后来你有没有后悔 就是觉得打扰到了这个 打扰到了 突然间感觉 又听到了一个什么秘密的感觉 那个晚上是什么事 当天是我的那个结婚嘛 结婚的晚上香里拉 然后完了 我跟他那晚上聊很久 那其实不应该聊那么久 你是说 那天晚上本身是 洞房花竹夜的夜晚 对 对 那天是因为我 拉着你听音乐 对 其实有点怨我 是我耽误了你入洞房 但是我那天晚上非常地自在 你这话合 等会儿 等会儿 哥 这话合理吗 杰哥 杰哥 不是 我是想让他不要 杰哥 摆在这儿 摆在这儿 快快快 行 行 因为我感觉他有一点 你怕他觉得有点 我想让他觉得不要 打扰到你们那天晚上 不是你们聊到几点吗 大概 四 三 四点吧 三 四点差不多 天都要亮了我感觉 没人打扰咱俩 没有任何人打扰咱俩 好吧 没人找你们吗 也不知道 没有人 那个时候谁找我们 那个时候谁找你 要我踩破吗 都没话说是谁找你 我记得有两个人来 来拆散我们 怎么拆散 没拆散 没拆散 对 没拆散了 是蟹吧 那人 蟹 是开门 不是姓蟹 那姓何 我那天确实太开心了 加上酒 加上音乐 状态恒狂 对 加上喜事 想说 说得好 对啊 来 举起手中的奶 我们的经典 娟山有机纯牛奶